大家都知道我們香港是面臨著搶人才的挑戰 我們經常說八大中心的產業發展 但沒有人才其實八大中心一個都做不到 更加不要說和全世界的競爭 要有人才要是培養本地的青年 要是吸引海外的人才 而教育其實在兩方面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九月的報告指出 將香港發展成國際教育書樓 不單止可以吸引人才來香港讀書 畢業之後留下來發展 更加可以做大教育的產業 提供更加多的資源給本地青年 是一句多德的 所以我們期待今次政府的施政報告 一方面可以放寬非本地生的限制 吸引東南亞來自一帶一路的學生來香港 另一方面做好生活的配套 尤其是透過公私營的合作 去提供更加多的宿位 長遠才可以幫香港吸引全球的人才 發揮中西教育的優勢 當然培養本地的人才同樣重要 政府近年都已經大力去推動職業專才教育 讓不同技能的人才可以發揮所長 在出生率繼續下跌的時候 我們更加不能放過每一種的人才 和每一種技能 才可以推動青年的多元發展 所以我們期待政府在多管齊下 建立充足的人才富 才可以支持社會未來的發展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